大家好 这里是汪哥说电影 我们今天来看一个给不少小伙伴带来童年阴影的巨恶恐怖片 杀人鳄鱼谈 电影一开始 一对小情侣来到了河边 男友十分有兴致的弹着吉他唱歌 女友则下水开始游泳 没想到被巨恶拖进了水里 晚上一对老友在河上夜调 结果也遭到了袭击 不久 一个以卷毛为首的生态学者队伍来到这里 准备采集水质样品进行环境调查 在经过一圈采集和调查之后 他们发现这里的水质污染很严重 几人开着小船迎合寻找污染源 在岸边发现了几只装着化学废料的桶 很明显这就是污染的源头 他们打算第二天将这件事报告给相关部门 当晚他们就在岸边安营扎寨 但没想到一通随行的小狗突然狂吠 黑妹追着小狗来到了河边 没想到遇见了鳄鱼 第二天同伴们才发现黑妹不见了 但他们找了一圈也没找到黑妹 于是他们决定去找当地的警察帮忙 结果警察的态度十分恶劣 在得知他们的目的之后就更加不肯帮忙了 还直接将他们赶了出来 卷毛几人觉得警察跟水污染的事肯定有关系 但无奈强龙压不过地头蛇 几人只好离开 果不其然等几人走后 警察就赶紧跟当地一个黑商通风报信 原来警察和黑商勾携 默许他往河里倒污染废料 而卷毛几人回去后继续寻找黑妹 终于在河边发现了黑妹残缺的尸体 经过尸检 法医说黑妹应该是被大型动物咬死的 黑商一听开始唱反调了 提出猜测 说不定是被卷毛他们的螺旋桨绞死的 卷毛几人一听来气了 就在双方争执的时候 走进来一个老猎户 猎户观察尸体后经过多年的经验 判定黑妹是被鳄鱼给咬死的 而这边鳄鱼又开始袭击人类了 这次的目标是在河边玩耍的小女孩 鳄鱼一口咬断了女孩所在的木板 索性女孩挂在了木板上 女孩的爸爸跳下去救她 你为什么不直接拉你女儿上去呢 反正最后女儿也没救成 自己也成了鳄鱼的下酒菜 多亏卷毛他们和猎户 及时赶来 才用枪吓退了鳄鱼 猎户和卷毛他们 携伤一起将鳄鱼处理掉 很显然卷毛几人有些犹豫 猎户愤怒的独自开车离开了 没想到晚上卷毛几人 再次遭遇了鳄鱼 鳄鱼毁掉了他们的船 但好在凭借优秀的狗袍 他们有情无险无人伤亡 卷毛他们也终于意识到 要彻底解决鳄鱼才行 于是他们决定跟着猎户去杀鳄鱼 警察得知消息后赶紧通知黑商 谁知黑商竟然决定将化学废料引爆 这样消灭了鳄鱼的同时 也消灭了自己的罪证 警察好歹还是有点道德心的 用枪指着他打算阻止黑商 可惜年纪大了点 还是敌不过小年轻 被黑商一拳头打掉进河里 而黑商开船逃跑时也被鳄鱼袭击 最后的结果自然可想而知了 卷毛和猎户这边开始沿河寻找鳄鱼 先后看见了黑商和警察的尸体 但始终没发现鳄鱼的踪迹 最后猎户用自己的血引来了鳄鱼 猎户见用枪打不死鳄鱼 于是拿着叉子站到他背上去戳 简直无异于自己走进了阎王爷的门口 最后猎户被拖进了水里 卷毛开船回去找小伙伴 带着猎户的兵器回来打算继续猎杀鳄鱼 一路上他们发现了许多鳄鱼的弹 用枪将那些弹都一一打破 结果引来鳄鱼的袭击 就在俩人手忙脚乱排兵不振时 从岸上飞来一顶帽子 原来猎户并没有死 猎户让卷毛将螺旋桨扔进鳄鱼嘴里 卷毛照做了 而鳄鱼也如他们所料被搅成了烂泥 但就在一行人凯旋而归时 岸边一个没有被打到的鳄鱼弹 正悄悄孵化出一头小鳄鱼 开放式的结局 也让观众隐隐对后面的故事 又要期待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看到这里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 咱们下期见